近期我有一趟旅程 其實我覺得跟子晴很像 我也是往南半球跑 你剛剛是去澳洲 然後我是去紐西蘭 我覺得就是紐西蘭 讓我就是印象深刻 我覺得很好玩 紐西蘭是一個冒險的國度 其實像是高空彈跳 或是一些跳傘 都是發源於紐西蘭 紐西蘭運動 對 但是你跟朋友去 不可能每個人都敢去跳傘 每個人都敢跳那個Bungie John 可是它有很多各個類型 就是有各個等級的 像我這次去就有玩到一個Looch 其實Looch最近在亞洲地區 開始有了 像新加坡或是韓國開始有 那它其實發源地也是在紐西蘭 它就是一個 直接就是一個滑板車 在山坡上面 所以你只要靠一個把手 就可以煞車跟就是前進 然後它其實刺激度也是有的 大概四五十公里 這種是噴射船 噴射快頂 你不要覺得你不敢玩 真的超棒 就很像是真實版的 去迪士尼或是樂園 坐那種衝鋒船 它可以在峽谷裡面就是衝刺 很好玩 而且因為紐西蘭的風景 真的是我看過數一數二漂亮 朋友一定喜歡拍照 如果你隨便停在路邊 隨便一拍就是像這樣子的風景 大家如果想要喜歡吃麥當勞的話 像我這次去還有發現一個就是 全世界最酷的麥當勞 怎麼說 它是一台飛機 大家看到這台飛機嗎 這是一間麥當勞 麥當勞 麥當勞 而且它是有被認證有一個牌子寫說 世界上最酷的麥當勞 好酷喔 真的很心動 很酷對不對 看你帶長輩去這個行程 長輩不一定會去 他有想說幹嘛要來吃一個麥當勞 但是我覺得朋友 因為那時候像我帶我朋友去 他們每個人都說 怎麼有這麼酷的地方 是很酷耶 對PO了之後 大家也覺得很想去 你看這個就是在機場裡面 吃麥當勞 好酷 它所有的餐點都跟你想得到 麥當勞要什麼 麥克雞 是不是想去 這個是紐西蘭的部分 然後另外我最近一次 帶我爸媽去哪裡你們知道嗎 你們剛剛帶爸媽去都是比較短程的 對 沒有啦 就像可能帶他去日本 然後帶他去泰國 我跟你講我真的也是 蠻考驗我自己的親情 我也是帶他們去歐洲 你很敢耶你 真的 坐飛機坐很強 第一那個時差 我就已經不敢想了 是 所以其實我覺得第一個 首要的條件是 你要帶他們去歐洲的話 請選可以直飛的飛機 你千萬不要帶他們去弄什麼 要轉機的 然後要等什麼五個小時六個小時 你就帶他們直飛 然後我覺得帶爸媽出去有個重點 就剛剛Terry有犯到一個很大的地雷 就是你其實都想說 我自己想去玩鋼鐵 水上鋼鐵我想去沖浪 媽媽在旁邊可以吃東西就好 不行 你就是要忘記自己 對 你就是把自己忘掉 而且媽媽又不是去拍食尚玩家 幹嘛一直去玩 對啊 你要想說爸爸喜歡做什麼 媽媽喜歡做什麼 然後他們可以一起做什麼 而不是我要做什麼 所以我就是當作他們 當作帶他們去玩這樣 所以像我帶他們去玩 第一個要滿足媽媽 就帶他們去網站 那101問他有沒有 不一樣 這是愛的一樣 但是裡面賣都完全不一樣 因為你知道這個網站裡面 就是有各式各樣的歐洲精品 而且他們打著都是打到一個很誇張 而且歐元現在又便宜對不對 你知道跟他講說 這個在這邊買超划算 媽媽就會眼睛都亮了 第一天就先去 不要先讓他們逛別的 就先買 讓他們買來開心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去歐洲有一個重點是 我覺得可以用一種自由行加跟團 折中的方式 請大家參加那種 就是你是自由行帶他們去 可是你幫他們報名 一日遊 對不對 你可以有導遊 有司機 或是跟世界各地的人 一起坐上那個巴士 幫他們報名 跟著他們一起去一日遊 第一你就省事 你不用被他們嫌 像那時候我就帶他們去 星天鵝堡 對 德國慕尼黑的星天鵝堡 他們就覺得非常開心 然後也很漂亮 然後還有就是爸爸 如果爸爸要滿足他的話 就是帶他去B&W博物館 對 因為當 對 因為媽媽有 凹了可以購物 那爸爸他可能就喜歡 像是汽車類的東西 帶他去這個B&W博物館 他也非常的開心 他看到很多 他年輕的時候的古董車 然後他夢寐以求的 那些最新款的 全部都在這邊 然後再來帶他們去體驗 當地的這種啤酒花園 對 這個很棒 這種就是他可以點了之後 在露天的花園裡面吃 他就會覺得很融入當地的文化 很有特色 其實這樣整個行程 我是覺得還滿適合帶爸媽 但是我帶他們去一個禮拜 我也是大概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第一天我就帶他們 去吃這個啤酒花園 然後就好厲害 然後第二天帶他們去吃 德國豬腳 帶他們吃德國香腸 我爸也說好好吃 你知道第三天我爸就說 我今天想要吃拉麵 對啊 因為你真的客補唯一唯一 你說景點那天耐走什麼都可以 可是唯一客補不了 他們真的就是第二天 就想吃中式 其實現在你如果到歐洲大城市的話 其實也滿多亞洲食物的 他不一定要吃到台式 可是你可以吃可能日本料理 是泰國料理 或吃越南的河粉 對 因為像我爸他就一定要 他們就要喝熱湯 對 要有熱湯 所以你給他吃一碗佛 佛佛 他就滿足了 那現在沒有公布的一名是什麼 我們問一下又緣 好啦 接下來友誼崩潰之旅這邊 第三名 就是到哪都要拿手機拍照 你也不管路人想不想路徑 這網路聲量有17572 那少青旅路榜這邊的第一名 其實一開始Terry哥就有說到 就是愛亂走總是找不到人 有高達37675的網路聲量 好啦 出國爆炸行為3 行為超失控 各種闖禍各種找麻煩 真是讓你恨不得鑽到弟弟下去 同行人出現這個真的整天 真的 但你以為這是長輩才會 年輕人會嗎 沒有 有一位逆境快樂的個人 他本身就是這樣 在鬧事的那一種 他也是這種 對 我就是比較像是第三個 要拿 都要拿手機拍照錄影這一種 這一本就是正確 真的耶 你沒有辦法作品 他就是我的藝術品 Mr. Shy Bag 我們都會有這種 內心裡面的小小的盒子 就是害羞的那一面 那才是真正的自己 所以我想要透過這個作品來 就是傳達給觀眾 所以這是你嗎 對 而且是我差不多 幾個禮拜前 你是在抗議什麼 你跟朋友出遊的時候這樣嗎 其實我去那邊拍戲 我去阿拉斯加跟紐約 那我是比較衝動的這種人 所以這個景很好看 或是什麼我一定要拍 有一次我的地方已經拍完了 然後我就看到一位監製 他看起來沒事做 所以他叫郭哥 我監製比較沒事 然後就是我跑去那個郭哥那邊 郭哥 你可不可以幫我拍有一些東西 然後他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他說可是福弟 你在這種紐約的街頭這樣拍 你不會尷尬嗎 我說沒關係 這個真的是很好的景 請幫我拍 然後他就幫我錄了 很多人開始會關注我們 對 很尷尬 會微觀 拍完之後 我哥就是跟我說 居然福弟不是你感到尷尬 是拍你的人更尷尬 是拍你的人更尷尬 你是什麼地方都拍過了嗎 我會 就是我去桃園機場 有一次 我從國外 被到桃園機場的時候 整個救助裡面 我是第一個到輸送帶 那個地方 拿行李那個地方 對 在那邊好像有那個麥當勞 麥當勞的廣告 他們把一些那個麥當勞的模型 就是公仔那種東西 放在那邊 他一直 一直繞 繞著 然後我就覺得 跟他一起拍Mr. Shyback還不錯 所以我趕快把我的那個Mr. Shyback 拿出來 然後放在那個公仔的旁邊 但是那個速度很慢嘛 對 所以我就一拍拍拍拍拍 他就是到那個比較遠的地方 我一直等 然後回來的時候我再拍 後來這個輸送機已經就是被停止了 還好你沒有坐上去 我以為他封到坐在上面這樣 好像是他們就是 光臨那邊的人開始說 那個是什麼東西 對啊 對啊 後來放一個帶子 很恐怖耶 所以我就趕快就跑去那邊 然後收起來 然後回到美食這樣 那你現在有沒有想要去哪裡拍 我其實是 我很想要去富士山拍 富士山 可是日本人會想很多 對啊 哈囉 嗨 他是日本人 對啊 但是他在他的甩敗裡面 但是真的日本人會 對 因為其實你剛剛講到拍照這件事情 我覺得其實拍照很多美改要注意 因為其實現代人 越來越注重肖像圈 現在在日本 你也不能隨便亂拍 知道有一次我去OLED拍照 拍到那個樓管 就是請我把相機拿出來給他看 所以有沒有拍到他們的店員 然後要求我把它刪掉 對 其實你 他們不希望你拍到他的臉 現在歐洲也是 尤其是對於小朋友 阿嬤的手機都沒有開那個靜音的嘛 然後他們就很喜歡拍照 拍照傳個群組 一直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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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是 而且小朋友像洋娃娃 對 然後不好意思 依借我示範一下 因為他不會講日文 他還就是會去跟店員 問事情的時候 他不會講 他就說 對 對 然後就是照著那些日本人 就覺得我們很沒有理 對 所以其實現在大家很喜歡去日本玩 有很多要注意的事情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 現在日本的話 請大家不要亂帶什麼金士去日本 因為他們現在那個黃金買賣很嚴重 然後你知道我朋友阿嬤超可怕的 他回到台灣才發現他阿嬤全程背包裡 把家裡的金條放在背包帶去日本 為什麼 因為他阿嬤第一次出國 阿嬤出國要帶家當啊 對 沒錯 你不懂老人 他就把他的什麼 那個銀行存款簿 然後手勢金士 最可怕的是帶了一條金條 就背在他的爬吧 媽呀 是洗錢 飛去了五天 那我是阿嬤 還好沒有被發現 他就照著 他鏡表也沒被查到 他出去的時候沒關係 但入日本的時候也沒有被查 因為如果你被查到 就被罰錢了 對於在地的這個文化 其實我們真的也不是說 那麼博學多問 有時候真的是不知道 可能就是會造成尷尬 對 我覺得我今天好像 來出賣我媽的 我怕這集錄完之後 可能要跟你一樣 要斷絕 先斷絕一下關係 沒有 先把它送去養老院 也是泰國的那一趟 然後我們當地有一個 泰國的長輩的朋友 泰國那邊有一個很有名的 猛男海鮮 猛男海鮮 這一家應該社群上面 可是他們不是都穿女裝嗎 對 他是穿那個女生的內衣 但是他就是會在你旁邊 他都會在你旁邊 做一個動作 他這樣 對 你很適合 這種動作 然後那時候 那個朋友想說 給我媽媽一個驚喜 然後他也沒有講 然後我媽就吃到一半 然後他們突然就表演時間 然後他就扶著我媽媽的背 開始這樣 然後我 我媽的臉就像是傻眼了 你知道嗎 真的 好尷尬 好大傻眼 然後我還要去幫忙 這真的很傻眼 你跳也可以嗎 對 我媽就說 等一下可以尷尬 然後她就說 走了 走了 然後我就說 沒事沒事 這表演一下子這樣 還有多久 然後泰國的幫我安排這個行程 他也有點尷尬 然後他就跟他講泰文 講一講就叫他去旁邊弄這樣 他就自己去旁邊找柱子弄 我媽 我跟你講 他更可愛 他回到飯店來跟我講說 那一餐吃多少 我們叫那幾個要付多少錢 還有就是你叫過來 我說那個是餐廳附加的 那個不是我叫的 然後媽媽要問 又下次要帶朋友來 對啊 有一次我們去那個 加拿大的多倫多 然後多倫多都是法區 然後他也有那個 男生的那個餐廳 然後我們就一整票人 很多藝人 然後有一個 去看桌面秀 對 台式的長官 女的 然後大家就進去 那個男生真的 就每一個都很壯 然後那個也是都 然後就在你前面是都 沒穿的 直接秀 然後他也去跑到那個 我們那個 去我們那個台式的長官 女的前面 然後就 他就那個眼睛 他在哪裡 這 一直看一看 真的還沒夾 對不對 沒一個想看 但因為我確保出遊的品質 事前做功課 這是一定必須的 而且不管是跟朋友出去 跟長輩出去 都一定要溝通 沒錯沒錯 因為其實綜合剛剛 大家分享的經驗 不管是帶朋友 或是帶家人 或帶長輩 其實都有幾個小小的tips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包括像是行程按照長輩的日常 如果爸爸媽媽 是比較喜歡早睡的 早起的 那當然就是早點起來 然後帶他們去吃早餐 排行程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 把自己當作是領隊 把他們當作主角 以他們想要做的 想要吃的 想要去的地方為主 那再來就是中文語音配備 一定要準備齊全 像我剛剛講的 他如果不會講就是 肢體碰觸這樣子不太好 或是造成誤會 再來就是到點 一定要先確認廁所在哪裡 沒錯 對 先問他們說 你有需要上廁所嗎 等一下如果你想去的話 就在那邊這樣子 再來就是 一定要先每天跟溝通好行程 先問他說 你想看猛男秀嗎 或是你想要吃這個嗎 不要到時候你去了之後 他就說 你帶我這邊幹嘛 所以我覺得這些就是 可能有一些小朋友 先做好準備 讓自己比較好過一點 要出去玩就事前規劃 一定千萬不要漏掉 要注意到很多的細節 這樣出去玩 大家才會進行 對 沒錯 說大家在暑假最後 這個小小的尾巴 可以抓住進行的玩 那最後再來恭喜 逆境快樂 恭喜福弟 對啊 這還有志玲姐姐的 親筆推薦信 對 志玲姐姐 好的 大家趕快去買 因為她寫了四年了 這本書 真的 很精采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的粉絲團 按讚 留言跟投票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